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余飞 又回来时事观察的时间了 今集就是答应大家做回一场迷你的六四广座 我们正式开始 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或者叫六四事件 12分钟和2个钟头广座的最大分别 是时事观察未必够时间让我开展一些细节 但在即食的年代 好处是大家可以在12分钟之内 掌握到一个框架 重要的 框架立得好 你才懂得用各种材料 今天的内容会分四部分 前三部分是89天安门事件的阶段性划分 第四部分就是集中聚焦在6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发生的事 以下是第一部分 讲命名和第一阶段的情况 1989年这件事 你叫做六四事件 又或者89天安门事件有什么分别呢? 我认为不要看少如何称呼一件事 当中是话语权的争夺 讲白点 命名是涉及如何塑造一件事的印象 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有耐性和能力去深究复杂的真相 于是印象是主导了对这件事的理解 我会用89天安门事件不用六四事件 因为整件事绝对不是只是有 和只值得说6月3日到4日那一日之间的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89天安门事件是由4月15日开始的 官方是以6月29日才算是结束 即是足足两个半月 就算你用回6月4日都是51日 一个国家首都被堵路 有公共空间被占据了51日 5月底6月初出了口述都不见到学生会退 而且介入的力量还越来越复杂 最令人担心的是已经蔓延到其他省份 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入5月底6月初 任何一日都有可能是六四 为什么说情况越来越复杂呢?等着再说 总之日后再怎么称呼这件事都无所谓 但你心里要明白 整件89天安门事件 即社会动乱 是由4月15日已经开始的 理解这件事的焦点不应该只是看一天 事件也不是只得一日一两日 而事件的第一阶段是4月15日到4月26日 由15日到26日学生占领了公共空间 这种行为已经发展了12日 《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 头版刊登了社论 必须其次施名地反对动乱 一般称作426社论 426社论是必须看的第一则原始材料 我叫它做资料1 以下所有有number的资料都附了连结 对于426社论 不要看却要 自己读一次 读完你就清楚知道 社论不是只懂得骂和批评学生的 指出社会动乱已经在全国其他省份开花 例如已经去到西安、长沙 部分地方他们的行为不是静态 已经是打杂、抢销、有倒乱 社论没有全面否定学生想改善社会的诉求 只是将矛头指去别有用心的极少数人 第一阶段我做小杰 1989年中国领导层面对一个无本钱乱的局面 426社论它再恶再发出警告也好 请注意整个五月份仍然是主于 和学生和人民沟通的阶段 看89天安门事件 浅层次的读法是引到你去 只是看6月3至4日的事 比较正确的读法是要读为何会走到6月这一步 要知道过程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首都 没有可能长期存在它的地标被占领这些事的 甚至占领都影响外交工作 好了,以下是第二阶段 事件第二阶段是刊登了426社论后到5月20日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凌晨发表讲话 将事件定性为动乱 并宣布由当日上午10点开始,北京市实施戒严 所以4月26日到5月20日宣布戒严是第二阶段 请注意,整个5月份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出手 第二阶段的总方向是希望通过沟通和找知识分子去广场游说学生撤退 沟通、游说,乃至中国领导层本身对事件存在不同意见 是整个5月份处于拉脚状态的原因 因为是迷你版的讲解,我就不仔细开展内容了 第二阶段的内容很丰富的 期间有大量的新闻反映 中国领导层派人去不同的高校和大学 频密地和学生见面、沟通 不过天安门指挥部那批学生领袖就认为 要见了他们才见过学生 于是5月18日,李鹏等等的主要领导人 在上午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 双方的对答还向全世界直播 第二阶段要看的材料是当日对话的详细摘要 大概是7000字的版本,是资料2 而新闻方面,可以补读回见学生前的 5月15日,戈尔巴喬夫访华 请注意,当时的学生不但不肯让路 令到国家可以进行外交事务 还冲着有外奔在国际媒体聚焦之下 去搞大游行 而再推前一日,戈尔巴喬夫访华之前的一日 5月14日,据报 香港学联代表拿了十多万港币 那些所谓民运捐款,上北京支援民运 而没有报道过的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第二阶段做个小结 5月中下旬,社会的张力是大到非比尋常 是有转向继续恶化的态势 而且有失控的危险 第二阶段,中国连外交工作都受影响 香港又开始送物资之外,送钱上去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领导层选择和学生直接对话 就是5月18日那一场 要真正了解天安门事件 不可以不读5月18日会面的主要内容 提一次才知道他们说了一些 我们没想过会说的内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苦口婆心地说出了 中国面对的困境 是承认有困境,以及解决问题需要社会稳定 以及需要用发展来解决问题 说出了他们比学生更加忧心 而学生的表现和意见水平 大家自己看了,文理版就不开展了 进入第三阶段 就是5月21日到整个6月份 这个阶段要知道的新闻 是宣布戒严之后 5月22日第一批由风台入城的军人 被人用棍和砖头围攻 有军人流了第一滴血 在同一日,吴尔开希决定 撤去建国门附近的使馆区 即收集范围 但是被更激进的学生反对 吴尔开希被罢免 5月23日,即第二天 改选了柴玲做港场总指挥 大家见过的,柴玲说 期待政府出手,期待有人流血 又说,我照读 同学本身的民主质素也相当差 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们奋斗 为你们献身 读完 这些说话 就是在第三阶段 柴玲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说的 那个访问内容 是要好后期才流出去 此外,大家可以自己看新闻 5月27日 支联会的民主歌星献中华音乐会 筹了1300万港元 当时已经有很多关于送钱上去的信息 是比较容易找的 迷你版讲解就不拆开了 最后去第四部分 就是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这个阶段 最早在6月4日凌晨前后 必须要问 哪个流第一滴血? 第二要问 天安门广场 当日有没有死过一个人? 历史的答案是 学生全部安全设立天安门广场 有人死伤的地点 全部都在天安门广场之外 在天安门广场内 没有死亡人的意义 迷你版就不开展了 关于这一日要看的材料 分两类,文字和视频 我先讲文字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个网页 叫做《六四事件真相》 它的文字资料齐全得很惊人 是资料4 此外,集中六四凌晨前后的具体疑问 可以看最新的 《六四事件30》文 是资料5 它是微观当晚的情况 就30条谣言,逐条击破 我想这个资料最能解答大家的疑问 是前进去很具体的细节 微观当日的情况 以下讲视频 请大家看一组三集的视频 它在YouTube就叫做 《换个角度看六四》 《八九天安门事件》 《解放军总政治部》 它每集是9分钟的 我叫它做资料6、7、8 这三段片非看不可 第一段要点是包括 香港传媒当时不提的 在6月前后 軍方的军火库曾被抢掠 于是令到当时民众手里有军火 事态已经转得很凶险 注意,即被定义民众的人 它成份复杂 而且部分人手上有武器 再者都不知道它们是否北京的本地人 而第二集的视频就说明 它们检查过帐篷有没有人才去清理 再之后可以看一个叫做 《遗基解密》 《美国组织六四没有天安门广场屠杀》 这是资料9 另外是香港学生领袖人物黎雄 他当年没有说真话 但他本人在很多年后 说出了真相 这是资料10 视频的标题就说他欺骗香港人 但他起码有勇气说出真相 他亲自证明解放军没有向学生开枪 至于众多的假证据之中 大家可以看来过香港 去过支联会几年晚会的方证 这个人他自称 在六四当晚是被坦克车压断双脚 方证的问题有网上辟谣网页 画了事件的真相 大家去看资料11 最后必须读一次北京市长陈希同 二万字的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式反革命动乱的情况报告》 这是资料12 好了,节目结束前就总结 今天只是迷你版 但基本材料12条已经很齐全 已经足以给一般人 不是做研究的人去知道真相 和是非曲直 提一句 大家用电脑去看我这集的时事观察 视频下面的文字 就可以做copy和备份了 听众朋友 不是为了点击 是为了求真和把真相传出去 我衷心希望你们转传今集节目 你们的转传对事件的真相很重要 最后我借位插播一句 节目里面大概有两三处话 我暂时不开展了 这些看法我会在星期三補讲 星期三将会是说六四的最后一次 好了,先说这么多 我是余飞 我们星期三再见 拜拜